所以剛剛介紹到最活潑的成績填充能力很重要 但是填充能力好的他通常會有其他的缺點 包含什麼呢? 第一個原材料可能比較貴 第二個成績時間可能比較慢 所以一旦當孔系填充沒有問題的時候 就會使用成分比較低速度比較快的成績方式 趕快成績上去 然後呢再給他平坦化 用線D加維修科 加牛乳 而CVD在成績的過程中 不論是LPCVD或是PCVD 活潑的成績不會只會在機能表面 而是整個槍體都會 因為它是氣體嘛 氣體會到處跑嘛 所以這樣夠附著道的地方 都會發生化學白衣形成活潑 所以比如說LPCVD是爐管 那爐管的整個食音管的管壁 也都會有浮墨的成績 而PCVD是個方形的槍體 那這個槍體的四周也全部都會有浮墨的成績 而浮墨的成績只要成績的太厚 就會產生浮墨的脫落 那就會造成浮漫 所以呢 CVD的成績通常都會記錄你的累積厚度 都會有記錄本 或者是系統會記錄說 這根爐管或這個LPCVD 已經沉積多少次 累積多少厚度了 它都會有規定是 當累積到一定的厚度的時候 就要清洗 所謂清洗就是要把這些累積的浮墨 再石喝掉 比如說阿塞的浮墨要去除 就是要拿韓佛的東西 以爐管為例 爐管上面呢 沉積了很多阿塞要去除怎麼辦呢 就要去泡 B.O.0 韓佛的HF的 去把阿塞給石喝掉 管理管理的乾淨 那如果是 遍漿的槍體呢 就需要拿 CFOR BLASPON 先介紹過 CFOR BLASPON的佛自由基 可以石喝 甚至石喝淡花錫 所以 果墨呢 基本上也需要清潔 槍體也需要清潔 那清潔呢 如果是PGD 最好的就是 使用REMORE BASPON 因為我只需要自由基 不需要引擎 我不需要把我的槍體都被爛掉 我只需要自由基 所以只需要用FOR的自由基 就夠了 那如果你有REMORE BASPON 是最好的 通常就只用FOR 無論你是阿塞 或是NITRI 都可以使用FOR 用的70WCFOR CFOR 所分解出來的自由基 FOR可以石喝阿塞 也可以石喝NITRI 它的重點就是去搶系 GAS SIF 是某化系 這樣可能是某化系 就可以了 所以 槍體是你久了 就要輕槍 這就是我一般說 講的輕槍 把槍體清理乾淨 叫輕槍 輕死的清 槍體的槍 叫輕槍 那通常就會使用CFOR 的BASPON 去做輕槍的動作 擺槍體清開 那一樣使用CFOR 就要小心火炭 火炭比較高於2 這之前已經介紹過了 一般火炭比效率的於2 就會形成長天狀的巨頭 這部分又在提到 那只要有變焦 只要有產生化學反應 有副產 我們就可以利用它的發光特性 就是excitation 的relation 這個碰撞機制 它會產生光 產生光來判斷石喝重點 來判斷石喝重點 那REMORE的BASPON 逃出就是沒有 電漿的轟擊效應 等於是你產生了電漿 在一個槍體裡面 然後你只需要自由氣 就空氣體 把自由氣吹出來 那這裡的話 就不會有任何的離子轟擊 單純的就只有FOR的 自由氣 FOR的自由氣 去做十何方向 這些都在行李介紹過 那現在的製程的發展趨勢 首先提高溫度 你增加十顆疏離 這是之前的 現在不會太會想要走這一步 因為你現在講過嘛 現在都是低溫化製程 製程溫度希望越低越好 就算提高溫度 怎樣進行都不會超過400度 因為前面已經介紹過 後段製程最好壓在450度以下 最好可以在400度以內 因為超過400度 金屬細化後 就會產生FACE的反轉 FACE的改變 FACE到底改變 電子溫度就會改變 電子溫度就會減高 所以 基本上 就算提高溫度 也都要小於400度 所以後段的製程 基本上都是小於400度之間 所以今天講DECD的溫度小提高 基本上也不會超過400度 而且除了這種溫度的情況下 也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使用POWER POWER越多濃度越濃 自由氣越多 層級速度力當然也會比較快一點 而POWER可能會有另外一個效果是什麼呢 會有引力 會增大收縮引力 因為 它最後 沉寂完了回到室溫的時候 它的收縮 它的收縮力力就會更強大 因為它已經很鬆散 不太會縮 可是你自己肯會收縮很多的情況下 你的病就会受到很强的收缩努力 然后呢 power加强呢 还有几个好处是什么呢 power加强 rm power越高的情况下 除了离子浓度越高 空气越多之外 空气还可以干嘛 前面讲过 我们需要有好的接触覆盖率 就需要有好的表面嵌移率 而表面嵌移率是借由什么呢 吸附这个动作 吸附机制 物理性或化学吸附 吸附力越强 它表面嵌移率就越弱 那它的接触覆盖率又越不好 那只要在你提高它的接触覆盖率呢 要不然就是找到好的原材料 要不然就是借由零食空气 把它的化学吸附物件打断 让它可以再移动 利用空气让它再移动 所以POWER越大可以降低反复的吸附 快点子就可以增强它的千米率 所以使得阶梯覆盖率会比较好 阶梯覆盖率会比较好 所以R-POWER 一开始在提高的时候呢 是自由基的数量增加 反应速度变快 再高下去的时候呢 就不太动了 但是有个好处是什么呢 你的精力覆盖率会越低 精力覆盖率会变得比较好 所以POWER会影响到是 POWER低的时候比较高 POWER高的时候呢 你的浓度够了 反应速度 那下面就是填积到 你的精力覆盖率 并且怎样呢 会控制 会改变你的脖墨硬力 POWER越大 你的收缩硬力会越大 你的收缩硬力会越大 含量力 如果C的含量高 折射率会越高 氧的含量高 折射率就会比较低 所以有时候用折射率 用N值也可以判断出 里面SR2当中 C的浓度 或者是氧的浓度 到底是高还是低 C碗流量越大 C碗就是SiH4 散率越多C的浓度越高 当然成绩数率会越快 但是折射率会越高 因为含C的浓度比较高 就是化学剂量不足 性偏高 氧偏少 化学剂量不足 你除外再多一点量进去 多通一点量进去看一下 然后呢 C碗流量越高 硬力会越小 为什么呢 因为它C的比例越多 那它就越接近下面的C的原材料 你的SIM的基板 就越相近 因为你是一纸材料 原材料 原材料之间间距差很多 所以才会产生一些本质引力 可是如果你上面细的浓度 增加的情况下呢 你就跟你的基材呢 就越低配 原材力反而会下降 反而越下降 但是因为含氧量少 含氧量越少呢 你的WDR会越来越高 WDR会Action Ratio 越高越代表什么呢 你的博墨品质不适合 你的时刻疏运 比较帅 因为你的含氧量不够 所以 PCD基本上是控制在 池量传送区域啊 也就是说它不是控制在表面反应 我前面讲过 当比较温度比较低 泡比较低的时候呢 它是化学反应的东西 就是你通载度有没有用 化学反应慢 通载度的气体 我都在一起反应 那温度越高 或者是泡的越大 我化流反应速度快 你来油就杀油 所以反而变成什么呢 是看你控制 比如这气体来 出上活动的速度 好 那前面讲过 控制气体比较容易 所以通常会让 NPCD或PCD 让它都存在 质量传输限制去 然后呢 单独的控制吸管流量 来控制成绩 速率跟薄膜硬力 这是一种 所以一种是控制Power 一种是控制流量 所以薄膜的硬力 你可以从Power来控制 你也可以用流量来控制 固定一种 改变另外一种 就可以改变薄膜的硬力 所以 同样是成绩那一船 你可以成绩出 Compressive Nitron 也可以成绩出 Tensor Nitron 就看你所使用的条件 TIOS TIOS基本上没有什么好说的 因为TIOS都很稳 因为TIOS的细跟氧 都来自于同一个原材料 它就是四乙氧基细网 所以它自己本身就提供性跟氧 它只要通TOS的气氧 就可以 它不需要其他气氧 但你要改善它也可以 通氧 像我们讲过 通氧可以让它流量还能更好一点 所以呢 结果上它的折射力 跟它的流量没什么关系 如果它只是TOS的话 这样子 那流量越高的话 当然速度越快 因为猛度越浓 然后呢 沉积速度越快 硬力就会越小 硬力会越小 沉积速度越快 硬力越小 然后10个速度越快 因为沉积的速度越快 它越不致密 沉积速度快的缺点就是它的 它的致密性比较差 它的结构会比较松散 因为沉积太快 就好像跌 跌的肉螺丝方块一样 你突然跌很快 它就会产生比较多的图片 就会有比较多的图片 比较松散的情况下 10颗率就会增加 10颗率就会增加 所以流量越快 沉积速度越快 你的10颗速度也不会越快 因为你的结构会越松散 但结构越松散 它受到的图片 就会比较小一点 结构松散它受到图片 就会比较小一点 就会比较小一点 移载小一点 出面的 出面我看 出面大致 非常棒 出面了 手并在 出面 出面 這個情侶已經講過了 同樣是DECPB的R3 你有GOSR3跟細緣R3 但是GOSR3是物理系附 它的表面情侶好 細緣是化學系附表面情侶比較差 所以它比較容易吸塵米老鼠的耳朵 它就經濟覆蓋會比較好 這前面已經介紹過 來自於原材料的不同 然後呢 溫度提高會降低沉積速率 不論是TOS 或是OZONTOS TOS 因為TOS是物理吸附 物理吸附的情況下 溫度越高 它就會越容易跑 越容易跑的情況下呢 剛剛講過嘛 沉積的機支是什麼 氣體跑到機材表面 然後要吸附 吸附後移動 移動之後呢 再產生裂結 反應出來 那你溫度越高 它吸附就怎麼樣呢 它吸附就越不緊密 或是說它有太多的能量 不容易吸附上去 因為物理吸附本來力量就弱了 你溫度越高 讓它越容易跑的情況下 它又很容易怎樣呢 又很容易脫離 吸附力不夠強 你溫度在上升的時候呢 TOS反而又容易脫離表面 就此之類的 所以它的速度反而會下降 這是高溫度反而出現的反差 因為物理吸附品 溫度越高 那個 原子的動能越壞的話呢 它們反而 反而又容易停下來 所以你會看到 這就是溫度的反應曲線 溫度越高的時候 物理吸附的原材料 因為溫度越高 它怎麼這樣就越高 所以它越容易脫腹 吸附的反應是會脫腹 吸附也會是產生力量 可是溫度越高又大斷了 你的吸附作用力 所以它反而又不容易吸附上去 不容易吸附上去 所以反而是怎樣呢 物理度開始變高的時候 一開始有反應速度化 所以果膜速率 層級速率越高 到高溫的時候 反而是怎樣呢 因為吸附率反而下降 吸附速率下降 反而果膜反而變高 這是物理吸附的特有現象 化學吸附是因為它本來就很過心分強 就算熱而變高 讓它可以跑動 但也不至於讓它可以到斷腱的程度 除非溫度要超高還行 所以溫度升高是不利於物理吸附的 所以低溫的情況下 用物理吸附是最好的 那你如果是化學吸附的話呢 你溫度高點反而是 它反而能夠增加它的表面前一度 所以溫度下降對於物理吸附的材料 跟化學吸附的材料 會不會表現出兩樣不同的結幕 兩樣其他 那 歐洲既有史伯末 這個多孔性 直到白頭 就是 這個 ABC 核心 有史伯末 有史伯末 是 有史伯末 可以達到 所以它的數據 大概大概大概 但是我們看還在四百個都行 可是 IOD STI 叫我五百個 這部預告它才能表記是在六月 這一個可能這個質詢不多多 特別但沒有寫開過這些沒有辦法 歐洲機有史跟一般的機有史前面有些講過 第一個符文文字有差 但是在符文文字上面呢 這地方基本上 各文比較少的描述 另外還有什麼重要的東西要來描述 其實這個是跟氣態有關的 氣體形態的地方 氣體的冷水跟氣流的方式 這是跟氣態有關的 這是使用的 看一下還有什麼 雜誌冷化成的後部 基本上單機MOSPAPE 絕對都是用熱氧化 不會是用補貨寫機的 反倒是我今天講過的 顯示器的面板 顯示器的面板上面 所用到的PDD 所用到的MOSPAPE 它的Galaxy就沒有辦法用熱氧化 就只好使用CVD 而且是PCVD的形成成器 這就是沒有線號 有空氣的平行 當然也有人說 空氣的空氣他們覺得不錯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有空氣的空氣 空氣的接電長數只有一樣 所以就是最好的LOK材料 所以有人認為 空氣在環保平原件裡面 存在在整體的架構裡面 他認為有的好處是 空氣的接電長數是 R才是3.9 所以馬上可以大幅的下降 可是前提是 你要控制好這個空氣 這個空氣 不要有任何的酸碱氣 或者是金屬反線過去 否則就會有缺點 這個空氣要保密 OK 這個最重要 CVD的最後來介紹 現在最受人注目的CVD 叫做ALD Atomic Layer Deposition ALD是目前階基覆蓋率最好的一種成績方式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慢 成績速度很慢 所以通常用來成績 非常勃的活動 它速度慢 然後呢 氣體的損耗多 價錢比較不會 我們要介紹的是ALD ALD 基本上它屬於CVD的一種 我們前面講過 PE、CVD我們可以分為LT、CVD PE、CVD 接著現在來介紹 現在最常的ALD ALD每一次疊 它是一次一次一次的疊 一層一層一層的疊 每一層就是一個原子層而已 它跟LPCV跟PC不同的是什麼呢 它的成績的機制 是一層一層 每一個原子層一個原子層的成績上 所以是一個原子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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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這樣成績上 所以它的GT覆蓋率很好 但是速度就很慢 因為它在一層一層一層的成績上 好 ALD是用來成績非常多的補墨 因為它是以一個原子層一個原子層為單位的去成績 所以它的補墨的厚度控制可以控制得很好 它補墨的厚度 它的成績速率慢 所以它補墨的厚度可以控制得很好 而LPCV2整個的製程呢 後面有個案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想這樣 今天我最後的目的 是要成績個 呃 成績 綠黃化合物 假設我現在要成績個 綠黃化合物的話 看一下 對 我的最終目的要成績 那個 紅黃爆的組都是紅化 那首先怎樣呢 我要有紅 我不會有紅 就要有紅的自由基 紅的原子 配上它的氣體分子就是紅紫色這樣子 然後呢它只有最表面的這一層 可以跟我的半導體媳婦 可以跟我的半導體媳婦 你應該說 這裡都是四字刻 而這裡呢 這裡只有三根接下來 它是一層覆蓋板 多餘的都不會跟它伸出間接 它們彼此之間不會產生間接 所以第一次第一個氣體噴進來的時候呢 它只有最表面的一個原子層 可以附著在我的基板表面 剩下的都不會跟它進去全部鎖走 接著呢 所以第一個氣體噴進來 你就等它時間 讓它持續的慢慢擴散 擴散到整個表面都覆蓋第一層之後 剩下的這個呢 進行第二步 吹手 purch掉 把剩餘的氣體給purch掉 purch掉之後呢 接著來通黃色的pricursor 黃色的前驅入境 而黃色跟黃色的前驅入彼此之間呢 這裡又不會產生反應 但是它卻會跟什麼呢 卻會跟紅色的這個產生反應 把紫色這個地方給帶走 那所以下來的時候呢 它只要看到紫色就會產生反應 就產生綠子化物 綠子化物 帶走 只留下黃色下來 所以一整個放下來 你聽著再多的黃色 它只會跟下面紫色反應 所以紫色只要一沒有 剩餘的也都不會反應的 最後講到它是這種 就形成完整的 紅黃化的無人解剖 那舉個例子 後面應該有例子 ALEAN 目前最重要使用的就是 在28年之後 NOSPEC開始採用HIGH-K NEOGATE製程的時候呢 它的HIGH-K 會分壓在取代傳統的二氧化系 形成 新一代表紫色的材料 氧化阿 二氧化阿 會分壓三 而二氧化阿 它的層次就是有ALD 所以它一開始噴進來的氣體就是HFCL4 所以你就想說 紅色的就是HF 這就是HFCL4 所以把HFCL4通進來之後呢 整個HFCL4通進來 只有最表面 WAFER的表面會這樣 會吸附第一層的HFCL4 會吸附第一層的HFCL4 但是它不是隨意形成的 它其實是有條件的 我們應該有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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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一下 應該有核酷的吸附 它的結構是這樣 大家 我先通HFCL4 它會跟我 半導體表面的 間鮮形成 什麼形成呢 來 整個化學室是 呃 不太早起 我記得Paycle到底 Slimin Google 好 對 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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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 地 基材的表面首先第一個要先噴水 噴水之後呢 第一個先通水氣 水進去之後就會形成 我看一下 把它畫一下 這張圖好像也沒有放到 我看一下有其他 有其他 有其他 OK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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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